买相机的第一步应该是做什么呢 是选镜头 挑画质 还是看品牌 都不是 因为除了长成这样的相机以外 还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相机 它们拍出来的画面也都不一样 这期视频主要办三件事情 带大家认识相机 允许需求顺便打破一些对于相机不切实际的幻想 允许用最短的时间告诉大家选相机之前 必须要了解的最少必要知识 别看这些相机长得五花八门的 它们的本质都是由感光元件和镜头组成的 简单来说就是镜头决定视角 感光元件决定画质 大而全的广角镜头能够容纳更多的景物 适合拍摄大自然的壮火风光 和人眼接近的视角更容易引起大家的过敏 被称之为人文镜头 更适合扫接和计时 中场角能够突出人物背景虚化 适合拍人像 而到了更长焦的镜头还能拍到很远距离的东西 可以不惊动被摄者 适合拍摄野生动物 甚至是拍到月亮 当然你也可以用广角来拍人像 用长焦拍景物 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大家就记住一句话 数字小拍的宽 数字大拍的远 镜头捕捉王画面就要交给感光元件去记录画面 什么CMOS画幅底 说的都是感光元件 通常以全画幅大小为基准 对角线除以1.5就是半画幅 也叫APS-C画幅或者残幅 除以2就是M43画幅 再往下还有卡片机常用的1英寸 手机普遍就是1-1英寸都有 相机主要就是以画幅来划分中高低端的 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别是 底越大就能容纳更多的像素 暗处的噪点也会更少 还能有更好的虚化效果 以及更贵的价格 了解完镜头和CMOS有什么用呢 只要你在宣传员找到这两个参数 就能够大概判断一个相机能拍什么 拍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看几个例子 尼康Z6加28毫米全画幅顶级画质 28毫米是手机摄像头常用的焦段 竟能拍人像 推可拍风景 也就是很难触片 GoPro1.9英寸的CMOS加上12毫米的超广角 画质大概率是不如手机的水平 但能够拍出非常广的风景 黑卡漆1英寸的底 它这个定层是不能换的 焦段覆盖了28-200毫米的大范围 以内俗称大变焦头 几乎覆盖了日常生活能遇到的所有场景 看到这儿你就知道 黑卡漆是一个全能性的相机 啥都能拍 但是啥都不是拍得很好 并且它的底跟手机是差不多大的 喂 好 同学们 知识和立体都看过了 我们来看一套 李年真题 顺便再给大家讲一下 两个新的知识 转换系数 还有光圈 以致小明向哪一台相机拍女朋友 从下面为M43画幅 富士为APS-C画幅 索尼为橙画幅 以下组合 卡该选哪一款呢 同学们我们上面怎么讲的 中长焦能够背景虚化 突出人物适合拍 人像 谁的胶段最长呢 诶 富士到56毫米 对吧 准备 咱得注意提纲哈 富士是什么 富士是APS-C画幅 对 半画幅 这里稍微有点超难 它的焦距是有转换系数的 所有的焦距都是以全画幅为准的 你把画幅想要成一个窗户 全画幅呢是完整的窗户 半画幅呢是一个小窗户 只能够看到一部分的景色 但是拍出来的照片呢 都是全屏放大的 它虽然是56毫米 但实际上就相当于 全画幅的84毫米 转换系数呢是1.5倍 好 回到体感 现在选项呢 其实就变成这样 应该选哪些呢 那松下的100毫米细化啊 肯定是最好的呀 对吧 别着急 这个选项里还隐藏着一个大坑 看到这个F1.4了吗 没学过 没讲 也是要考的 F1.4哈 这是镜头里的另外一项关键指标 光圈 假然而言之呢 光圈越大 背景虚化越明显 进光量也更大 这时候哈 有聪明的同学呢 就意识到了 既然有等效焦距 那有没有等效光圈呢 很遗憾 没有 进光量不等效 但是 有等效虚化 简单来说 松下F1.4的虚化 相当于全画幅2.8的虚化 此时选项就变成了这样 现在就更懵了吧 同学们 等效之后 从焦距考虑呢 是松下大于富士大于索尼 但是等效虚化呢 又是索尼大于富士大于松下 这道题真正迷惑大家的地方呢 其实是在于把你引到了选项的后半段 你还在计算什么 光圈 焦距 实际上答案在前面的品牌上 大家注意读题啊 小明的目的是什么 是什么 是拍女朋友 那这个相机的实际用户呢 其实是她的女朋友 她的女朋友会在意什么 花质 视角 焦距 她只在意自己 美不美 而这些相机一下子就能把人拍美的是谁呢 当然是有胶片模拟的富士了 所以 选币 没有答对的同学 超三遍啊 什么是胶片模拟呢 其实就是滤镜 追求的呢 就是一个氛围感 这就不得不说到哈 市面上这么多相机 其实可以粗类的分成三类 追求画质 追求视角 追求氛围感 通俗简说呢 就有点像老戏骨 小鲜肉和大网红 老戏骨呢 实力很强 但是关注度很少 我们上面讲的所有相机海 普遍呢 都是追求画质的 而富士之所以广受大家喜爱 就是因为它在追求画质的同时呢 顺便追求了氛围感 就相当于 网感很强的老戏骨 那谁都不爱呢 每一款胶片模拟都心得我心 不需要太多的技术 随手一拍呢 触片率就很高 氛围感相机呢 有点像网红 滤镜很厚 但实力不强 像什么CCD拍立得呢 之所以能够走火 就是因为氛围感 喜欢CCD氛围感呢 真的没有错 但是我们讨厌的是炒CCD的那些尖伤 追求视角的相机呢 就有一点像小鲜肉了 它的画面呢一眼惊艳 至于实力呢 就比较迎人而异了 比如哈 运动相机 它的画质呢 跟手机差不多 甚至不如 优势呢 是角度极光 可以裁切很大一部分 把防抖呢 做得很强 就很适合在大幅度运动下呢 单人手持记录自己 或者是颈部 全景相机呢 就更极致了 虽然画质还不咋地 但是全都能拍得到 不会错过任何的瞬间 可玩性呢 比较高 同样 无人机 我手上这台呢 画质也就是手机水平 胶段呢 也跟手机差不多 但是呢 就是能上天 能提供一个 不一样的视角 这是我拿着它之前 去西北和雪山拍的画面 然后呢 就是实力比较强的小鲜肉了 主要是集中在相机里 带超字的镜头 比如超广角 超上焦 超微距 都能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当然 这种实力比较强的小鲜肉呢 往往价格呢 也要比一般的镜头贵很多 像著名的老挖神边 能拍出一些穿梭的微距镜头 非常震撼 一万段的价格呢 也是非常震撼 现在呢 大家对于相机的种类 能拍什么东西 效果好不好呢 已经有大致的概念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明确一下需求 对于镜头的需求呢 比想象中要大 很多人买完相机还就会发现 哎 为什么拍的还不如手机好呢 先别怀疑自己的技术 对于新手来说呢 与其提升自己 真不如提升器材 如果器材提升了 没有出效果 说明你提升的方向错了 买相机最容易犯的错误呢 就是把预算全部都投入到机身上 机身呢 是入场券 是铝布骑的马 更重要的是关注一下铝布 哦不 是那个镜头 英寿曾经说过 马看见什么 是轮决定的 可见镜头有多么重要了吧 新手至少要分配三分之一的预算呢 来买镜头 再进阶的话 镜头的预算呢 就会超过机身 那新手又该如何挑选 合适的镜头呢 通常我们觉得一张还不错的照片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种人物突出 背景虚化的糖水片 而这样的照片需要大光尘 或者是长焦镜头才能拍得出来 硕大的肌肉 激情的拍摄 记住 新手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练技术 而是拍好照片 这不是一件事情吗 当然不是 能快速拍出大众意义的好照片 从而积累信心 才有兴趣不断地学习脱离糖水片 进而钻研 构图影调更深的学问 真的没有必要折磨自己 用一个狗头去挑战极限 狗头是啥呢 这里就要稍微普及一些行业的黑化 狗头和牛头呢 对应画质很差和很好镜头 反正一般你买的相机的套头 大概率就是个狗头 定调镜头呢 就是固定焦距的 不能够放大和缩小 而变焦镜头呢 就是可以放大和缩小 而挂机头就是常年挂在你相机上 最常用的那个镜头 那怎么判断一个镜头是好镜头呢 相机圈最经典的黑化 刀锐奶化 独得大学 胶内如刀割般锐利 胶外如奶油般化开 照片质感无以中毒 被德国味道深深吸引 果然是大师大师 学习了 总之实在不知道买什么 变焦呢就买2470 也叫标准变焦 定焦的话 就定准50和35这两个最便宜的焦段 50毫米这个焦段哈 就类似于手机摄像头 开两倍拍拽的效果 不管是拍人文还是办风景呢 都很万能 要我说哈 长焦囊那都是偷懒 真正的人文大声的都是怼脸拍的 焦段不够 诶 用腿来蹭 摄影大师罗伯特卡帕哈说过 你拍的不够好 那是证明你离的不够近 不过呢 我还是总结了一个比较万能的公式 出效果 大光圈 练技术 买定焦 狠射空 买长焦 去旅游 大便焦 这个时候啊 就有人反驳了 你这不就是器材党了吗 没错 成为摄影师之前哈 你得先成为键盘摄影师 不在乎器材之前呢 你得先成为器材党 就好比 马云告诉你 我不在乎钱 你有了 你的人不在乎了 只有真正摸过器材 了解过参数 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忘掉器材 回归摄影 明确需求的第二点就是 你得明确你买相机是为了拍照片 还是拍视频 有个大部分就是哈 但凡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的相机呢 都是无法 但其实拍照效果呢 已经很多年没有提升了 5版呢 主要是提升在拍视频的性能上 这是七年前5D4拍的照片 这是索尼HM4拍的 你说这两张照片有多大的区别吗 除了索尼直出比较丑之外哈 没啥大的区别 那我只拍照的话 是不是可以买便宜的二手单反呢 但是呢 我也不推荐你去买二手的单反 现在买单反哈 唯一的理由呢 就是便宜 不过你总会有钱的 时早呢 得投入5版的怀抱 他们的镜头呢 又都不通用 到时候单反可能都卖不出去了 不过只拍照的话 是可以买5版的老机型的 比如说索尼的A7一代 十年前的机器了 拍照效果呢 跟现在差很多吗 也没有很多 就是在对焦续航 还有操控上的不够完美 有钱呢 当然是可以上二代三代的哈 甚至我正在用的这个HM4 但是一代只有三四千啊 先过度练练技术 后面同一个系统换起来呢 也很方便 拍视频说实话哈 不靠这个挣钱 我觉得1080p的画质呢 完全是够用的 也有很多能打的老机型可以选 比如说630 几千块 也能拍4K 当然哈 我很不建议新手冲着 视频去买相机 后面呢 我在特别幻赏的那一块哈 再细说 第三个要明确的点呢 就是你买相机是为了拍自己 还是拍别人 一般呢 拍别人呢 就是为了干活 拍自己呢 就是为了娱乐 你说我买相机是为了拍妹子 我建议哈 你最好还是先能靠相机赚钱 妹子呢 自然就会找到你拍 你主动找妹子练技术的话 那可能就被拉黑 当然男女朋友呢 就理当别论了 自拍呢 主要就是为了拍个Vlog 手的距离呢 就决定了你的胶段 20毫米左右呢 是非常好的胶段 因为这是 24 28 35 50 200 这里呢 还是要注意一下 上面说到的那个转换系数哈 比如尼康的ZFC 是APS-C画幅 配了一个28毫米镜头 实际等效呢 42毫米 只能够拍到一照大脸 把它换到全画幅的Z6上呢 视角呢 就勉强能用了 哦 顺便提一下哈 不是所有厂家都像尼康这样 半画幅和全画幅的镜头呢 是通用的 还有这种运动相机 也被很多人拿来自拍作Vlog 比如说GoPro和Insta360 主要就是体积小防导墙 普遍呢 在2000块钱左右 但是真正贵的地方就在于 你有值得记录的运动和生活 还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哈 比如拍演唱会 就需要超长焦镜头 一般呢 都要200毫米起步 索尼的这个RX10呢 焦段能够从24到600毫米 能从这里拍到这里 演唱会 周杰勒的汉 你就能够看得清楚 这类超长焦哈 一般呢画幅都很小 还是窗户的理论 这个呢 就只有1英寸 所以很多手机呢 也做了前往长焦 比如说三星 只拍照片的话还不错 对于拍演唱会 或者是出去玩 这类频次比较低的需求哈 我觉得还是 直接选择租相机就可以了 这种相机哈 本来就很特殊 平时谁没事 前天拿个望 就是拍东西呢 对吧 接下来就是关于相机的 劝腿环节了 首先哈 一些小厂的相机 大家最好不要买 比如说莱卡 哈苏之类的 哪有索尼加能的名气大 而且小厂的相机呢 价格都比较便宜 这个莱卡才4千 4 4 个是百千万 我手上的这台莱卡M10 你看看这拍出来的照片 怎么说呢 刀锐乃化 独得大学 我也买了一个CCD相机 型号呢叫 Photoshop 2023 想要胶片颗粒感 Pierce拉一下 想要胶片感 Pierce套一下 想要氛围感 Pierce修一下 甚至都不要我这么麻烦哈 你放什么 醒图啊 泼辣啊 套个滤镜啊 也有个七八成的效果 再懒点哈 直接用normal之类的 效果不要太好啊 为什么要花好几百 买一个不如手机的CCD呢 那我能不能一步到位 买一个胶片机呢 我的同事哈 就是玩这个的 他说 小白别买 五年前哈 还能够推荐 当时真的没有那么贵 胶片的素质和色彩那么好看 而且花一千块到两千块 你就可以获得一台能够拍真一亿像素的相机 这不是直接冲爆 但是哈 现在是2023年啊 因为这几年越来越多人选择买胶片去拍照 导致胶片的价格呢 水涨船高 船都快登到珠穆朗马风了 你机身价格再低哈 一百多块一卷的胶片 谁修得了 这还只是耗材的问题哈 技术层面 很多的胶片机因为缺乏维护和保养哈 测光了都失灵了 让你手动去测光 你知道怎么测吗 长时间拍摄的胶片呢 还要考虑那个胶片可能失效的导致率 你有懂吗 不要心网上说什么年轻人一步到位 直接站在摄影的鄙视链最顶端哈 还有网上说的什么 中画幅画质好大画幅练技术 新手小白千万别买这些乱七八糟的 前期拍摄本来就很慢 拍完之后呢 送去充许还要等好几天 现在拍立得呢 也是一个道理 这几个月哈 像纸直接涨了38% 拍一张5块钱 万一手抖了 诶5块钱大水漂了 那这些不能买 能不能买个手机呢 计算摄影不是很强吗 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手机呢 是真的没有办法替代相机的 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哈 就是十几年前 我小侄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呢 我姐呢就买了一个相机 那个时候真的是拍了很多的照片 然后又过了几年 我姐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那个时候智能手机拍照呢 已经很好了 于是呢 他们就开始用手机拍 当时觉得手机拍得挺方便的 而且呢也挺好看的呀 但现在你把这两个小朋友的照片拿出来对比一下 你就能够感觉到 好像手机拍的 反而时代更久远一些 诶 那现在的手机不都有计算摄影吗 也能够模拟相机虚化啊 但是真的很不自然 Fuzz的细节扣不出来也就算了哈 首先就是透视关系不对 主体和背景的完全分离 没有相机那种远处虚近处时的真实感 包括手机经常宣扬的微像素论哈 也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方向 咱不能光看数量 也得看质量 同样是2000万像素哈 你装在全画布上 和手机的CMOS上呢 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好比是一亩地重2000颗大白菜哈 你每一颗呢 都能够吸收到足够的光照 但是呢 你只有十分之一亩地 非要重2000颗大白菜 每颗白菜的质量呢 都不会很好的 当然哈 我支持手机大力发展影像 我也希望手机能够通过算法赶超相机 谁不想拿一个轻便的手机 就冲拍东西呢 但是哈 新手绝对不要为了拍视频买相机 拍视频的门槛呢 比一般人想象的高得多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这种 旅拍视频对吧 很美 很酷炫 我也要拍 但是一上手呢 居然连相机最基本的稳定 都没有办法保持 一查教程才明白 哦 原来是要上稳定器啊 还有这种非常丝滑的产品视频哈 这一看 我觉得这种视频 我有手就行了 真正手搓的时候呢 就又发现 怎么拍出来完全不稳 没法匀速且稳定的控制镜头的移动 这视频的背后呢 是另外一个配件 电控滑轨 一个稳定器好几千 一个电控滑轨呢 也要好几千 如果说有一种通信比相机更吃灰的话 那就是这些摄影配件了 买一大堆回来 结果因为带出门不方便 实在是太容易太麻烦了 一年到头呢 也没有用过几次 而且哈 画质好了 还得配套更贵的电脑 才能够捡得动 又是一笔成本 相比之下呢 拍照片 门槛呢就低很多了 说实话哈 工作之外 对我来说 最方便的拍视频的工具啊 其实就是我的iPhone 还有很多人呢 为了电影感想去买一台电影机 上次我拍的那个 重庆的长轮短片啊 就是拿电影机拍的 真的是 等我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哈 我才知道这玩意儿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用的 算画质真的很好 也有电影感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哈 比起它的缺点 这些优点简直不值一提 我手里的这台BMPCC 6K Pro哈 还算是一台口袋电影机 在电影机这个大类里面呢 还算是比较轻的那种嘛 但是它没有自动追焦 也没有防抖 一旦手持拍摄录制件一按 一秒钟产生一个季的废片哈 所以为了求问 出门呢还得扛一个大三脚下 你以为扛这么多费电出门 已经是极限了吗 但是哈 你却不知道 我这还没有够到 基本拍摄的门槛 麦克风 监视器 吐龙 外接电池 通通都没装 这些加起来 动辄十几公斤的设备 就决定了哈 电影机一般呢 就不是单兵作战 而是团体作案设备 想要基本掌控一台电影机哈 至少还得再加一个根交源 除非你有非常硬性的 拍视频的需求哈 需要长时间在高屋环境下 持续拍摄 比如厨房 沙漠 精心的地表 太阳近地轨道什么的 不然普通人哈 不要碰电影机 会变得不幸 无人机的优点 有这么多 我真的是满回期待的 直接下单了 我以为买了无人机之后 立马就可以拍出大片了 但是打开地图一看哈 被五个机会区包围了 出门旅游去景区一看 诶 结果景区也是进飞区 去川西六弯的时候哈 我心想 这无人区总能起飞了吧 结果因为风太大 抗风能力不行 被吹得七扭八歪的 拍出来的素材呢 也没有办法用 有人说诶 那陈宏是你技术不行啊 我买了 我肯定行 但是哈 目前这个节点呢 就是真的很尴尬 之前呢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的 无人驾驶航空系 飞行管理更新条例呢 现在也敲定了 此次新规呢 24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其中呢就出现了 真高这个新的定义 之前的时候呢 无人机的限高是可以通过爬楼 把无人机带上楼顶起飞 来规避无人机的限高的 但是这次规定了真高之后呢 无人机的最大飞行高度 也只有可怜的120米 高度呢是跟着地形变的 也就是爬山能飞得更高 爬楼呢就不行了 所以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 这种城市风光摄影照片 可能明年呢就再见不到了 好啦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虽然我中途签退了那么多次哈 但是我依然建议大家买一台自己的相机 有时候是有了条件才会有欲望 而不是等这个等那个等一切准备好了 才选择出发 这是尼康D5200 是我的第一台相机 我很庆幸当时攒了很久的钱买了它 给家人朋友拍了很多的照片 到现在看依然没有过时 至于具体买哪个相机的话 我还会单独出一期相机的选购指南 如果这期内容对大家真的有帮助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帮我投币点赞 转发一键三连 我们一起进步 下期见